布林肯在慕尼黑会见王毅 创造新时代的中美两极格局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2月16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慕尼黑会见了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 根据美国政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峰会的场边会见了王毅 双方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 作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竞争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国务卿强调两国元首就金山共识的重要性包括在禁毒合作和军事交流方面的进展 国务卿重申美国将维护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 国务卿强调维护台海和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双方就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 国务卿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包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表示担忧 双方还就中东和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 并确认两国高级官员应会晤以跟进这些讨论 国务卿还汇报了他最近的中东之行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努力 双方认识到中美之间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包括未来几个月在关键领域进行磋商和高级别会议 怎么看 这份简报通稿是根据美国政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外交部的通稿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发出来 于去年因流浪气球事件 王毅主动回避布林肯 以至于最终双方在厕所边会谈了15分钟的不同 最起码双方这一次可以坐下来聊一聊了 可以说明是某种程度上的进步 同时也反映了中美关系有所恢复 但是简报也说了 这一次双边会谈属于厂边花絮 不是那种正式峰会 正式峰会什么样呢 比如2021年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 2022年罗马布鲁塞尔峰会 2023年维也纳马尔他峰会 以及最近的2024年1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双边峰会 这些都属于正式会谈 无论是排场以及新闻通稿的措辞都会严谨一些 这一次在慕尼黑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发生在慕尼黑安全峰会的场内 慕尼黑安全峰会呢 有必要简介一下 表面上讨论的是全球安全问题 其实就是各国政要 尤其是列强之间的政要的一次非正式交流见面会 各国的领导人 各国的外交部长 过来聚一聚喝点茶 吃个东西 吃点点心 双方寒暄一下就可以了 他的重要性不是那么太大 探讨的问题呢 开放极广泛 因为基本上不涉及到具体政策 最多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 没有什么实际的约束力 比如说202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主基调一开始是俄乌战争和第三世界发展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回顾一下 首先因为流浪气球事件 中国拒绝与美国会谈 并且借此机会发表了针对美国的讨贼习文 以及全球安全战略 然后中国提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建议 然后在中国的推动下 会议的主题逐渐演变成为 针对美国西方的双标行为 以及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与讨伐 然后期间最大的笑话 就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前蹦床运动员给普大帝的大石化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普京的俄罗斯不在乌克兰问题上 来一个360度大转弯 就没有共识 360度不是180度 看来呢 这个德国外长要么不懂数学 要么把外交当成了蹦床运动 还有更让美国不爽的是 会场内外都是华为的5G设备 那是去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慕尼黑安全峰会不是个什么严肃的事 今年的也是一样 今年的主题呢 是如何避免或者如何应对一个双输世界 我们知道双赢啊 win win 这一次呢 双输 lose lose 其实呢 与双赢呢 正好是一颗硬币的正反面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主题没那么重要呢 咱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我们认为 美国引领的单极世界全球化的国际秩序 正在走向终结 那么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 那一定是双输 但是我们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 如何在这个趋势下保存自己的实力 在大趋势大变革时代的进程中存活下来 就变成了关键 你要适应社会 适应环境 这个从布林肯会见王毅的简报上 就可以看出 至少是美国在战略转进 进行重新布局 直白点 就是说美国正在战略收缩 所以有必要逐条分析一下 这篇简报当中的内容 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首先双方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 作为保持沟通渠道 及管控分歧的一部分 这段话怎么理解 外交黑化坦诚分歧很大 建设性的可以讨论 那什么意思呢 至少呢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美国想营造这样一个氛围 事件是属于中美两国的 在中美两国双边要管控分歧 在全球共同治理 全力共享 在地区是双方势力范围边缘的争夺战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两极格局 很像美国和苏联的冷战 这也是美国想要的 美国要避免的所谓双输局面 就是单极格局 变成多极格局或者天下大乱 因为无论是多极格局还是天下大乱 对于美国来说 他不熟悉 或者他忘记了去怎么应对 而两极格局 美国是有经验的 最起码 这一代人的很多老一代 是有经验的 这个可以接受 如果搞得好 以后还能回到美国引领的单极格局 这就是美国想要的 那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呢 或者中国不想要的是什么呢 这里也可以讨论一下 中国想要的是这个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与完善自我 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字里行间所描绘的 其实是一个单极世界 或者以多极化为表象 单极化为实质 由中国价值观引导 中国标准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而这样一个秩序 美国表面上不说 其实美国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点 布林肯强调 两国元首就金山共识的重要性 包括禁毒合作 以及军事交流方面的进展 这句话呢 很明显是给美国国内说的 来证明拜登还是有所作为的 然后国务卿重申 美国将维护自己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价值观 这又是经典的两极格局论调 我有我的世界 我要保护我的世界 而不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了 所以我们看到啊 美国之前最起码在拜登头三年 所宣传的基调 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 现在在慕尼黑峰会上 逐渐演变成为 美国要维护自身盟友及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战略收缩 从单级世界转变为两极格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难道美国就不维护 他自身盟友及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了 非得这一次强调一下 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强调呢 这是要告诉大家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你们可以放心 我继续会维护你们的利益 那至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呢 现在已经维系不下去了 那么必须与中国进行全球共享 这就是美国想要的两极格局 当美国发出了这个信号之后 美国的盟友就要做出选择了 这一点呢 今后我们可能会看到 第三 国务卿强调 首先强调是什么 外交黑化 不管中国同意不同意 我先宣布了 这叫强调 这不是共识 或者呢 没有谈拢 但是呢 美国想说 就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这叫强调 他强调了什么呢 头一个维护台海南海的和平稳定 这个不用说 强调了就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明显在台海和南海方向 美国已经守不住了 在南海方向呢 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那里的控制 台海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现在呢 是这样一种情况 美国在台海 就是不想因为台湾被解放 而引发的天下大乱 对美国霸权的彻底毁灭 美国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 所以台海现在面临的一个选择 解放台湾还是战缓解放台湾 不过解放台湾的战争现在开始 你美国怎么办 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开战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呢 不想看到 如果美国不开战 如果不开战的话呢 美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美国不作为 那不作为 世界会看到美国霸权的虚弱 中等国家会蠢蠢欲动 然后美国引领的全球化 会分崩离析 最后天下大乱 如果美国选择对中国制裁的话 那么会加速天下大乱 所以无论是三战 还是天下大乱 美国不想要 那么美国就要问一问中国 你现在想不想要天下大乱 如果中国说 我想要天下大乱 无所谓了 那就立刻解放台湾 如果不想要 那么再可以等一等 等一等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全球标准 和全球秩序 在这个秩序没有建立之前 或者在这个秩序 没有基本成型之前 解放台湾的战争 基本上不会发生 然后布林肯强调了 对中国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包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 表示担忧 这段话怎么看 一种方面可以说呢 是一种猎巫行动 或者猎巫措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我们知道 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不向各方提供武器 那美国呢 很明显在干什么 射箭画把 然后呢 把中国这个话题呢 又提出来 然后呢 从中国这块呢 谋求一些利益 这是一个看点 从另外一个看点 可以这么说 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 打了这么长时间了 中国到底对俄罗斯 有多少支持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说罢了 如果说出来 那你说制裁吗 无论怎么做 还是那个目标 天下大乱 所以还是不说为好 那如今呢 乌克兰要打败了 这个事要结束了 有些东西呢 你看着办吧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整个北约 在军工生产方面 对抗不过一个俄罗斯 这件事你怎么看 一方面可以说 是毛熊自己完成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 在毛熊的背后 还有一只更大的熊 也就是说呢 勘查家宗熊 也就是俄罗斯 在前线与二毛啊 两只熊在打仗 然后呢 在勘查家宗熊的背后 有一只乌苏里大宗熊 拿着这么长的一个大针头 然后呢 往那个勘查家宗熊的屁股上扎 给他打营养业 这就是俄乌战争的一种表现形态 那有些时候 有些东西 是不能让普通人知道的 那至于有些人如果问 中国帮助俄罗斯没有 那么答案就是 无可奉告 布林肯呢 接着强调 中东与朝鲜 没有中国 美国无法独善其身 单独解决 所以呢 需要高级别会谈 这里就体现了 美国现在为了打造 两极格局 不遗余力的 让中国下手去解决一些 他想解决的热点问题 这里边可以在一方面体现了 共同治理 以及权力共享 但是同时也反映了 美国单极霸权 实质性的终结 这又是一个经典的两极格局 那至于布林肯汇报了一下 他在中东的外交努力呢 那如果他想吹一下自己的成就 那就当乐子看吧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既然慕尼黑安全峰会的主题 是如何应对一个双输局面 那么至少美国在与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当中 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就是美国与中国在未来的两极格局 这点上美国有经验 这玩意儿叫冷战2.0 我之前呢也跟大家分析过 从二战到冷战是一种进步 因为他的参照体系 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化 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变 那如今呢 从美国霸权引领的全球化 到新冷战或者冷战2.0 是倒退 因为他的参照系是冷战 过渡到美国单极全球化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线路或者脉络 放得更长远一些 如果我们的参照系 是帝国主义全球化到一战的转变的话呢 那么如今从美国单极世界 到中美两极格局 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 就看这个问题你怎么分析了 这一次慕尼黑安全峰会 美国派出了副总统贺锦丽和国务卿布林肯 中国派出了外事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 后续进展如何 我们共同关注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